冥香 龙非夜突然不知如何是好 明明是在自家中 却有种做贼的感觉 她不高兴了 一把捂住韩芸汐的嘴 韩芸汐算是彻底清醒了 她顺着她的目光看下来 这才惊觉自己春光外泄 她急了 身手捂了龙非夜的眼睛 她开始挣扎 终究还使龙非夜让步 先放开她的嘴 闭上眼睛 龙非夜直接回头 我看她 也顺势挣脱了她的手 你可以转过来了 谁知道她竟没转身 女人 你背后的才气很好看 还有 本王还是喜欢酒红色 说完她大步离去 韩芸汐羞红脸的同时 喃喃自语 浅白比较好看了吧 确定龙非夜真走了 她很快就下榻 取来手拿镜 照着大镜子 看自己的后背 她折腾了好一会儿 才在腰椎上 看到那一抹浅红 像是翅膀一样 确实挺好看的 事后 白里鸣香被韩芸汐训了一顿 王妃娘娘 你和殿下本就是夫妻 这又有何关系 王妃娘娘 殿下宠你 你可别苦了 殿下 韩芸汐哭笑不得 她和龙非夜 这个丈夫之间 岂是三言两语 能说得清楚的 她腻了白里鸣香一眼 仍是没说话 白里鸣香笑了笑 也不作声了